參加這間新規模的負荷市、文化空間 專門提供專屬出租 請求是一般的音樂會 也許是江澤發表會都可以 最好的是還有共同廚房 可以讓他留你的民眾來使用 一般公司版話當最難找的就是專屬的部分 參加這間新規模的負荷市、文化空間 就專門提供專屬出租 請求一般的發表會的音樂會 江澤的這次會議聽都有 因為我們的空間算是一二樓 它二樓的面積算是蠻大的 所以它可以容納到十個人 甚至到五十個人 所以它可以做一些座談 做一些發表會 然後做一些音樂性質的表演 它可以出界的方式蠻多元的 參加這間就是 將來有共同廚房的部份 可以提供介意料理的朋友 一次做四小四半也只要兩千塊 從這可以有在的人來使用 提供一個十到十二人 最多十二人的一個空間 它可以來這邊料理 然後可以來這邊做菜 甚至是來這邊做料理教室 就是我希望這個空間是變成說 它在料理之中 可以變成一種特殊的聚會模式 而不是說我們只能找一個餐廳 去聚餐而已 而是你可以自己動手做 為了後來得完經營 雅架各大則 創意世界補兼 好三中在地文化工作者 可以從店來電欄跟行賣 當你想要逛一個文創商品 你不一定要去市集 或是你不一定要跑到台北市 你可以來都來 你就有很多商品可以來逛 來走走 來看到一些比較熟做 比較一些文藝的東西 所以我們會有季賣的平台 因為季賣的平台就是 比較像是跟三重 蘆洲在地的創作者們去做合作 雖然說是他中手出租為主 因為店面剛開沒 為了去應一般的消費者來吃 另外店來也有提供 清食跟飲料的部分 希望大家來這邊 雖然逛逛空間 逛逛都來之外 就可以有一個可以坐下來聊天 然後吃個小點心的感覺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招牌 甜甜圈泡芙 我們泡芙它是脆皮的 所以當你咬下去它是會很脆 可是你咬到餡 我們裡面是用奶油餡 是純鮮奶下去打 然後你咬下去的時候 會有冰冰涼涼 所以它口感是蠻特殊的 雖然得完經營 希望可以讓三重在地 同樣介意 野文外島的民族 加一個可以休閒的好地方 既然新章 對華三重拆放不得